滚滚长江东市水浪花淘尽英雄类 全军更近一杯酒 舞台征战几人鬼 不过有些英雄还是穿越回来了 可这一穿越就是几千年 我叫肖强外号小强 一年前开始帮着神仙刘老六 接待从古代穿越到现代的历史名流 由于一些意外 从我这回到过去的客户 有可能会改变历史进程 刘老六派我回到宋朝 协助梁山好汉们昭安打败方辣 我恢复了去过我那儿的好汉的记忆 说服了宋江等人假意昭安 在征讨方辣时 好汉们因不忍下手 被方辣占了上风 挨脚虎王英也被他们掳去了 我们无用 这王英没什么危险啊 这可就难说了 今日是头战 方辣是摸不清我们的底细啊 但是我看出来了 他志在必得 说不准什么时候啊 就可能会斩杀王英 以坚定军心啊 那怎么办啊 一直被我们无视的宋江这时忽然说 依我看 众兄弟要一股做气 将方辣赶尽杀绝 这才显出我梁山 报效朝廷的忠心 我们继续无视他 方振江拉拉拉我说 实在不行 把老王找来吧 找他来 让他看着你打他的可隆体啊 为什么一定要打呢 既然都是自己人 让他去劝劝对面的方辣 大家收兵握手阴河 不是挺好的吗 方辣他能信吗 我和武松还不是不打不相识 他开始不是也不信吗 武松在一旁点头称事 说不过这方辣又复杂得多呀 需要相貌一模一样 才震得住他 可是老王他的样子已经大变了呀 他样子变了 他手下不是还有四大天王吗 一起给卸了不就完了吗 那你们大家的意思呢 我看呢 这是眼前最好的办法了 否则呀 想前方了 就只有硬拼了 走 这是车钥匙 你们谁辛苦一趟 我连着跑好几天长途了 这开着开的手都抽抽了 那也只有我走一趟了 这样 你会开车吗 这段时间没少跟王淫那小子 在他车上打嘴仗 无意中学了个八成会 再说了 你这个无非就是挂满档 踩油门 对不对 得 那你去吧 记着看时间轴 记得给车加油 回来的时候更得注意 要不然你出了到李白那 可没人救你啊 放心吧 送走了方振江 我们溜达着往回走 我见人们都在吃饭 就顺便呀 端了盆菜 拿了俩馒头啃起来 正在这时 只听对面震中 战鼓声大作 烟尘扬起来是老高 浩瀚纷纷披挂上马 叫他 对方又在抹气了 我蹲在步兵方阵前面 继续看蛮楼 对面 八匹马上八元大将 在一个国字脸的中年汉子带领下 一字排开 那国字脸的硬喊 应该就是方辣 简挨着他的一员小将 波马来到两军阵前 手中方天画脊一横 高声喝道 谁来站小爷我 站在我身边的武松跟我说 这就是方辣的侄子方杰抓走王英那个 这边护三娘早就恨得牙根发扬 拔出双刀就要上前 不然梁山中一个年轻的帅哥 朗声闹 哈哈三姐啊 不要急 在我哪家死人 只见这小将头戴三叉束发紫金棺 手中也端着一条方天画脊 八成就是小温猴吕方了 这两个小伙子一剑之下是分外眼红 打了约有十多分钟 未分胜负 方辣控制而有失 明金收兵 吕方也擦了一把汗 得意的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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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个姓方的不过如此 快快放了我家的王英哥哥 否则呀 下次见了我 病要 他话音未落 忽然从对面阵中冲出一人 兜头就是一枪 吕方虽然闪开了 却也躲了个手忙脚乱 我一看乐了 老仇人啊 李天润 转小轻问我 你你笑什么呀 菜人怕老婆 哟 那那倒跟咱们是同道的人 哈哈哈哈 李天润和吕方斗了一些回合 无用担忧道 哎呀 吕方立切了 谁去替他回来 金枪将徐宁一言不发拍马赶上 换下了吕方 张青在旁懊恼的说 你看 这个小子在抢我的活 二相又打了半个钟头 双方主将各自鸣金 林崇无奈的跟我说 看前无影 从商务 就是这个样子 怎么也分不出一个结果来 哎呀 真要是应答 那是有我一尺重的呀 这时 场地上暂时没有了人 我正准备开始啃第二个馒头 忽然有一条猛汉 拖着条缠杖 从对面跳到当场 叫他 我听说 你们两船 有个和尚 叫鲁智深 力大无穷 出来 跟我比一比 那你可是宝广如来 郑元倦 鲁智深没有骑马 所以只能听到 他在队伍里边喊了一声 却见不着他人在哪里 将士 鲁和尚拖着禅杖 越重而出 这两个交缠不清的冤家 终于见面了 这可是顾死顾休的一场 强哥放心 有我花容照你在哪 场上的两人 硬拼了半个多小时 渐渐的都有一些体力不值 最后 他们同时把禅杖 扣向对方的脑袋 唐万春剑装 立刻拉弓放剑 花容也同时开弓 剑头与剑头 冰的一声对在了一起 可是这却避免不了 邓鲁二人同归于尽的下场 这时候 另一只神秘的长剑 穿过邓鲁二人之间 把两个大和尚的兵器 都弹开了春雪 原来是花容二号放的剑 哎呀 哎 是玩花容神剑 哎 想不到他还有一个兄弟也是罗此的善事 哎呀 光凭这一点我是万万敌他不过了 方大哥呀 他们这一阵 真是输到了家了 当下双方各自派人把鲁和尚和尚和邓 和邓元爵拽回了本营 方辣神色暗淡 正要暂时收兵 忽然一人自本阵中掠马而出 手指梁山大营骂道 梁山贼口误猖狂 若真有本事 去与你石宝爷爷 刀下见真章 梁山这边轰的一声炸 浩汉们平常最狠人家叫他们是贼寇 宋江更是气急败坏道 哪位兄弟 取下此贼的狗头 我给他击手过 林冲又冲我解释道 这石宝也是放了八大天王之意愿 这一人石宝 咱们山上的官圣老哥 倒下从无火口啊 跟他也不过他一个难解难分 是无口二重啊 那石宝剑众人里有好几人是蠢蠢欲伤 扫了一眼他们的兵器道 我说过了 若是真有本事 就用刀来跟爷爷说话 梁山贼寇 果然尽是些偷鸡摸狗之辈 居然连个会用刀的角色 也寻不出来啊 官圣顿时器的脸色比他祖宗关羽 还红了三十七个百分点 握着刀柄 忙前带把说的 我非杀此人不可 算了 你却又没个了极 徒增兄弟们的担忧 石宝剑偌大的梁山贝他叫了号 得意的抱着膀子 半趴在马背上 轻蔑的笑头 人都说梁山一百零八亿 个个是一夜非凡 今天看来 这个意思就不用提了 不过是一群朝廷的英权 至于这本事更是稀松 我大哥原来还念你们都曾是 有担当的汉子 不愿把你们赶尽杀绝 照我看不过耳 我这就回去 把你们那个叫什么王英的 杀了祭祺 众土匪再也顾不得别的了 纷纷是破口大骂 我最后还剩一口馒头 见气氛这么热烈 就捏到手里边 腾出嘴 也跟着骂了几声 奶奶奶 这根本东西 哎呀 看来非得哪只此人不可 也好让放了 有非而记忆去 偷偷他妈你真把我们的王英兄弟 石宝间好汉们越生气 他是越开心 索性把身子站在了马背上 笑嘻嘻的看着人们 他无聊中不经意的往我们这边 上方扫了一眼 忽然问道 怎么比上午多出一面起来 打不死的小强 这梁山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废物来 此人奇怪的这般高 弄什么神序 小强 你给我出来 本来我最后一口馒头 都快出了一下嗓子呀 听他猛这么一喊 顿时噎那了 小强 不要无理他 风不沉 他所必到 这我必到吧 这林冲他们五十四个人 知道我是一半调 都微笑不语 可还有五十四个不知内情的呢 他们都想看看我是什么反应 花蓉把剑搭在弦上 立声道 石宝听着 我们不愿伤你 你起莫猖狂 再上情一步 就要你失衡当场 哎呀 梁山萧小 惯会案件伤人呢 却没有一个是真有种的好汉 吴勇皱着眉头说 要是方老心服口服的罢命 非得有一个刀法远胜死人的将军 先降服他不可呀 单论刀法 只怕整个北宋 也找不出这么一号人来 没心没肺的秦明 为了给官圣 找台阶下 大声笑道 可这句话一出口 官圣的脸色更加难看 这不是说他丢了祖宗的脸吗 可我一听这句话 顿时神采飞扬起来 我把菜盆叫到了一个小兵手里 高举双手叫道 哎我去我去 众人已经学会无事我了 继续讨论 官圣把青龙刀挽在了背后 一扯马将 不再一臣臣臣臣 不是 哥哥们 我去吧 小强 不要闹 哎呀 我说我去 小强 这可不是成能的时候 慢着 是吧我根本不认识你 就算兄弟肩过招 一般来劲地打刀 不起来 不吃闹 我得呀 哥哥 你们觉得我是那种 打无准备智杖的人吗 啊 这一回 大家是终于把目光盯在了我身上 无用神色闪烁试探的问 嗯 小强 你的意思是 嘿嘿嘿 你们别忘了 我可不是一般人 哦 你是带着麻醉枪来的 是 好吧 要不就让小强试一试 宋江巴不得快点打破将军呢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说 来人呢 给小强兄弟一匹马 哎 还得给我准备一口刀 咱们这里谁的刀比较好使啊 啊 大家都看看官上 啊 哈哈 你们不会是想让我把我的刀 给小强吧 大家看看他不说话 哎呀 百姓丢人呐 我祖官圣地下有志 并叫慈母 不笑我了 哎 不会不会 这事我跟二哥解释 哼 拿着 我眉开眼笑的 接过轻松刀 差点把胳膊给衬了 后来我还发现 作为一个普通的成年人 拿着这刀 我根本就上不去马 我神色尴尬的 把刀又交给了身边的楼 再爬上马背 众人 集体实话 张青说 在啥啊 嘿 我说 你是给我们表演个上马拿刀 就算完了 嘿 你还是不是真打算 跟你使保拼命啊 啊 你到底想什么呀 他旁边段井柱悄悄拉了他一把说 不让 咱们别激他了啊 不怪你真要受了刺激 真冲上去了 怎么办呢 说着段井柱是策马挡在了我的前头 把双手放在身前小心翼翼的说 小强 你什么想不开的 你跟哥哥说嘛 什么事不能解决呀 是不是啊 自杀总不是个办法吧 哎呀 是啊是啊 包子还等你回去 对呀 包子等着你呢 嘿嘿嘿 尔等切莫多元 素素让开 我好去拿下那尸宝 小强气疯了 不至于啊 就他那脸皮那么厚 是不是啊 厚得花容射三天 都射不穿呢 我神不知鬼不觉的伸手把饼干送进了嘴里 煞世间那种熟悉的爆裂感又充满了我全身上下 我轻描淡写的把青龙刀在胸前一舞微微微笑道 儿等还不快给我让开 咦 再爽一个 对 再爽一个 再爽 快点吧 哥哥们 没时间了 等一下 怎么了 官商 我愣了一下 这才反映过他的意思 他见我使了那一招以后 大概怀疑我是他们官家的传人呢 我只是郁闷的说 绝对正宗 一会儿当心这姓石的用拖刀剂 我点点头 策马来的两军镇前 那石宝正骂得哈啼着呢 没想到对方真有人敢应战 你是何人 你不是巴巴的喊了老子半天了吗 原来你就是小强啊 哎呀 奇挂的那么高 果然是有些名的 先不说功夫怎么样 至少你敢出来 说明你不怕死 少废话 接招 好 对我的脾气 我往回一代码 刀在我手里像条要蒸上天去的巨龙一样 转眼间刷刷刷三刀 分上中下三路 看一向石宝 这一亮相 好汉们集体振奋都笑道 好 好刀了啊 果然是个人物 十某一城以来 就没见过你这样的对手 我又带马杀到 在半空中 递了十九 我们一个五胜 一个刀王 谁也奈何不了谁 打着打着都没什么心思了 然后好像事先约定好了一样 同时露了个破绽 扯刀扬败 这下可惹的 你见过两员大象打着打着突然一起转身逃跑的吗 最后 只能我和他都慢悠悠的再绕回来 都有点不好意思 石宝红着脸小声的跟我说 拖刀记住的 先笑了 先笑了 来来来 接着打 于是我们继续打 又到了五十回合 我用青龙刀 把石宝压得险些 丢了兵器 还想败回本阵 我本想就此了事 谁知跨一下马 迎头就追 方拉身边一员大将 带马上前接应 一杆大枪扎了过来 我下意识的一闪 谁也不想就此 将此人擒了过来 跑回本阵 我将累下这人 往地上一扔 威风凛凛的说 绑了去 我只得一瞒 忽然觉得刀一尘 又滑到了地上 同时全身酸软男装 张顺他们 全都诧异的看着我 这帮家伙忽然一个个 都冲上来 纷纷说道 行呀小子 怎么回事这是 这师傅是断天狼转的吧 我这一战告诫之后 人们 尤其是那五十四个人 看我的眼神又不一样 而方拉脸色阴沉 让大军撤退 梁山军也整备队伍 回归大营 我左右看看 问正顺 哎对了 我抓回来那人呢 你看看吧 你抓来的是谁 哎呀 透过着我从前接见 你像个人的心想 把你运气都停在 传来跟着你一身伤 真是你的眼光 默默地走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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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